為什麼學數字這麼難 為什麼我們在一個外語 想要把數字都好好的講出來 其實要花很久的時間 我們可能要學很久 才有把握感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想過這個問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想法 那我很好奇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我的認知是這樣子 我們把數字 我們可以在任何一個情況 可以把任何一個數字講得非常的溜 非常的快 我們在非常後面的一個學習階段 才做得到 一個關鍵地方在於 我認為 數字它的組合的可能性 是非常的大 我們其實有無數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結合 或者是組合不同的數字在一起 什麼 三百八十八 什麼一千萬 然後等等等等 一直這樣子 把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都考量在內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最難的地方 我還想到一個非常關鍵的其他的理由 我們其實很少用外語來學習數學 所以很多數學的說法 我們其實連英文有可能就是完全沒有聽過 或者是完全不會說 或者是反正我們連最熟悉的外語 我們可能也覺得很不熟悉的一個領域 數學跟數字 所以我就覺得難怪我們其實常常講數字 講得很卡卡的 覺得講不出來 我也想過我到底當時候怎麼訓練嗎 有特別的有刻意訓練嗎 因為我好像也沒有真的花很多時間在 專門是要數字訓練得很熟 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比較有效率的是 你也就這樣子把它很隨機的看待 你每次碰到一個數字 或者你看一篇文章 就是這個語言的文章 這個外語的 你想學的語言的文章 你就要停下來 你比如說看到一個數字 然後你就試著在這個當下 你就花那一兩三秒 把這個數字講出來 雖然你可能這篇文章 沒有在大聲的朗讀或大聲的念出來 但是其實甚至於 你不管把這個數字大聲的念出來 還是你就是默念 你都可以得到一個東西 你就是反正停下來 然後花那幾秒 來把這個數字講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在這個小小的影片 想要給大家的一些想法